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对战当中呢是1比0占据一个先计的 对辽宁队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目标呢肯定不是其他的就是打败广沙队 争取最好就是4比0打败对手拿下总冠军 毕竟呢上个赛季呢他们输给广东队之后呢 其实留下一个很遗憾的结果 本身呢不管是上个赛季还是本赛季他们都是兵强马壮 比各自的一个对手呢都要强大 所以这种上个赛季没有能够拿下总冠军呢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结果本赛季 肯定要一血前辞呢争取拿到这个总冠军 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说已经拿下了第1场比赛但是第2场比赛 之后的比赛呢他们也依旧是严正以待 并且在赛后的发布会当中也反复强调说呢 一定不会骄傲也一定不要急躁 继续呢以现在好的状态好的实力 打败对手争取赶紧呢把这个总冠军给拿下来 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啊除了目前辽宁队整体非常努力之外的话那么目前外界呢 也一致看好辽宁队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些冠军 那么就在最近晚上我们可以了解到甚至连央视这边呢 也是发布了相关消息 来祝福辽宁队呢去继续努力争夺冠军 那么就在最近晚上11点了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央视他们的官方微博账号呢 也在社交平台当中呢是发布了这么一条动态 总共呢是有18个字 他们说愿所有汉水都有收获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 而这18个字里面的下面的配图正是辽宁队去争夺总冠军的这么一张团队照片 所以从这样的一张照片当中啊其实很多球迷都认为呢那么这一次央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鼓励呢 那么希望辽宁队能够在这一次取得好的成绩 所有汉水都有收获所有努力都不给 不被辜负 其实说了刚好呢也就是本赛季 所有努力走到现在的球队的一个写照 就是他们的确实啊不管是有没有经历伤病有没有说一些人员伤到呢 其实他们从本赛季出啊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真的也确实是付出了很多 也是努力了很多也是牺牲了很多东西 所以也希望他们这一次呢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 争取把他们想要的目标呢所有实现 所以说实话其实目前来看呢也是借这个央视的福气的话 我相信辽宁队他们呢在接下来肯定能够更加努力 争取把这个总冠军给拿到手 而且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虽然说也希望广萨能够取得好成绩 但是毕竟双方的阵容来看那么确实辽宁队呢 更加具先机的 即便是在此前巅峰的广东队都不一定能够打败辽宁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广萨队又缺少两个主力核心了 这一次想要翻盘非常的简单的 而且第二场比赛还是说后面的比赛能相信广萨队可能呢 都会比较吃亏了 所以最后也我们也不难猜得出来呢就像啊包括苏群杨毅他们所依测那样的 这一次的比赛辽宁队啊 大概应该是有希望40拿下广萨队 就连辽宁这边的外援木兰德呢也 一直强调说呢他们接下来还剩下三场比赛 一定要争取努力的把这个总冠军给拿到手 所以可能连辽宁内部有一些实力比较大的球员的话那么他们也普遍认为呢 整个球队应该能够最终的 顺利的4比0拿下广萨队 所以接下来啊到底结果如何我们也不妨了 期待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